中国基建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狂砸1800亿建造水利工程 而此项目一旦竣工 其发电量将会远超三峡大坝 中国未来20年将衣食无忧 消息一经传出 就引得国际社会议论不断 各国纷纷佩服中国基建的实力 声称这是中国又一项奇迹工程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工程 会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 这项工程是如何完成的 感兴趣的朋友 还请长按点赞三秒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们接着往下讲 近年来 我国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标的目标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 我国积极发展绿色能源 其中水电尤为引人注目 水利发电作为一种环保且高效的能源方式 与我国丰富的水资源相得一张 具有天然优势 说到水利发电 我们自然会想到全球最大的三峡水电站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我国也拥有全球第二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 它坐落于四川梁山与云南交界处 地势复杂 两山加质 金沙江水域提供了可观支持 上游更是落差达3000多米 可利用水资源高达1亿多千瓦时 在这样的地形基础上 中国精心勘测并着手建设白鹤滩水电站 一旦建成 将有望平衡我国东西两部资源的不均衡状态 在过去全球第二大水电站位于南美洲巴西高原南部的伊太普水电站 但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 白鹤滩水电站已经取代了它的位置 这一壮举不仅是对我国水电技术和工程能力的巨大认可 因为我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位于四川梁山与云南交界处的白鹤滩 中国早已将目光锁定在这里 通过精心勘测 白鹤滩水电站应运而生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中国就提出了白鹤滩水电站的设计 并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援助 然而 一切顺风顺水之时 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 苏联带走了相关技术人员 导致合作中断 再加上中国的困难时期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似乎遥遥无期 直到1966年 中国将其定为国家重大发展项目 而到了2004年 由于涉及环境污染 水电站再次叫停 但是一切困难都将被克服 终于在2010年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白鹤滩水电站正式开启筹备工作 白鹤滩水电站的周围是 3000米高的悬崖峭壁 因此建设非常艰难 在建设水电站的过程中 首先要克服的挑战之一是 如何将施工设备运送到指定地点 白鹤滩位于地壳板块交界处 地质运动频繁 地质灾害时有发生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 我国对周边群众进行了搬迁和安置 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同时 水电站的地形复杂 存在较大落差和湍急的水流 给施工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 我国工程师们自行研究出一种 创新的物资运输方式 在两座山之间搭建一架大型架子 利用钢丝绳和绳索进行物资运输 大大提高了运输效果 考虑到白鹤滩水电站附近 河面轿站 两侧山体坚固 可承受大坝传输的压力 因此选择了拱坝模式中的双曲拱坝 双曲拱坝的顶部弧线长度为709米 最大坝高为289米 这种设计的优势在于 每处受力较为均匀 无需过后的大坝体积 只需增加高度 节约了建筑材料 也便于设备运输 完成设备安置后 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大坝的施工 白鹤滩水电站 位于腰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 地震 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 因此 大坝的建造必须能够经受住 九级地震的考验 一般水泥在接触水后 会释放大量热量 导致坝体开裂 影响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为解决这一难题 我国研发出新型低热硅酸岩水泥 这种水泥放热速率慢 凝固强度高 建造的坝体足够坚硬 能够抵御强震和深水压力 白鹤滩大坝建成时 使用了约810万立方米水泥 相当于三个胡服金字塔的容积 更重要的是 这种水泥的应用 让整个坝体没有任何裂缝 混凝土结构的抗力安全系数 超过2.0 减轻了后续维修工作的压力 从而保障了水电站的稳定性 在水电站建设中 解决下游占地问题至关重要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 牵涉到近10万人的居住环境 搬监工作是一大挑战 但在国家建设大局面前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舍弃故托 放弃祖业 数十万人日夜大迁徙 力求不耽误施工 早日完成大坝建设 西方媒体称赞 这是真正的中国速度 白鹤滩水电站是中国规模 仅次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水力工程 其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 位列世界第二 这座水电站具备承受 1650万吨总水推力的能力 同样在世界排名第二 坐落于金沙江下游 白鹤滩水电站是 长江防洪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也是该区域库隆最大 提及效益最显著的水电站之一 为了有效泄洪 我国还兴建了三个世界规模 最大的乌鸦泄洪洞 这些洞群相当于为洪水打造了三条高速公路 最高泄洪速度可达每秒47米 相当于每小时170公里的速度 白鹤滩水电站的防洪库隆达到75亿立方米 相当于525个杭州西湖的水量 为长江中下游增加了一道重要的防洪屏障 在建设过程中 我国严格管理工程进展和质量 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 通过建立水污染治理系统 致力于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展现了中国的实力 也为我国取得多项世界第一打下的基础 未来中国将继续迈向更大的成功 实现我们的梦想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们不妨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